我们叫美学大坝 唯一座三星双翔完全变厚度混凝土保孔坝 坝底设计是利用工学理学特性 可节省混凝土材料有量 其弧线造型优美 更有如巨人耸立于山之间 气势磅礴 每天打开水龙头 水就会不断涌出来了 这对我来说 似乎是在理所当然不过的事了 但你晓得水资源 是如何从水库 成为我们现今的生活用水吗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翡翠水库的水源 从大马流出后的旅程吧 为了加强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翡翠水库在供水的同时 翡翠电厂也可进行发电作业 每年平均发电量约2.21度 约可供应6.3万户家庭 一年用电量 而民国104年 苏迪勒台风重创南世西 造成大量土石崩塌 使得南世西原水逐度飙高 因此有了建造翡翠砖管的计划 可直接输送翡翠水库的 淡浸原水 到直潭浸水厂进行处理 在北世西上除了翡翠电厂之外 还有桂山发电厂 它过过南世西与北世西的三世落差 以南世西的吸水进入桂山发电厂进行发电 经过桂山发电厂后 北世西再次与南世西交汇 两期水源进入新电锡流域 而在新电锡流域中 有三个知名景观相连 首先是燕子湖 燕子湖与猪根坝相接 是因发电厂营水所形成的人工琥珀 无面广大疗祸 常有燕群安全此处 婴儿得名 而梅花湖与燕子湖 合着提拔相对 是水源保护区 因此成为水鸟栖息的生态环境 吸引一些水鸟摄影家 来此截取眉境 最后的蒙蒙谷 是直潭坝建成后 水面台生所形成的景观 是现今许多群旅约会的好去处 而造就蒙蒙谷的直潭坝 为台北自来水事业处管理的 蓝色燕型水库 主要以7座无形闸门共置及排高水位 由取水口饮水至直潭浸水厂处理 最大供水量达每日270万米方公尺 直潭浸水厂为东南亚最大支浸水厂 流水经过处理后 透过管线分送到大台北地区 作为民生用水 右侧的小粗跟发电厂为台湾现存最古老的水利发电厂 巴洛克市建筑风格 至今保存仍然完整 台北自然水事业处管理的金潭液 主要功能为公共集水 最大供水量达每日115万地方公尺 圆水送至台北市长兴及公馆浸水厂处理 最后水部圆水流经壁潭 此处因河岸宽广 水色城壁 平静如潭而得其云 为台湾昔日八大井之一 整个新天溪流域提供超过大台北地区 97.5%的所需用水 超过600万人口的平生用水 是整个大台北地区居民的水源命脉 相信介绍到这里 大家对翡翠水库的水资源流动历程 有一定的了解 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现在就带领着大家 搭乘翡翠之心 往翡翠水库的水域航行 一堵翡翠水库 从不对外公开的神秘面纱 我们从翡翠水库的航管站马头出发 在我们前方漂浮的是第一栏目复杂 它的后方就是翡翠大坝 而栏目复杂主要的功能 为拦阻水库表面漂流物 以免漂流物妨碍放入设施 并且在中间的小缺口设置了电子围离 透过红外线可以感应到是否有漂流木 或是有人乘船闯入翡翠大坝 进而触发自动警告系统 达到水域门禁安全管理 相信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当初是为何命名为翡翠水库的呢 主要是因为水库建设的地点 为云早期旧称的翡翠五 因此名名为翡翠水库 而与翡翠为名的还有一位超级巨星 大就是整个背面新月翠绿 前面同有一条过眼金线的翡翠树蛙 你们看它是否蛙如其名呢 它可是经具有外形特征 和地名的双重意义 翡翠树蛙变入于整个水库 几乎整年都被逼较繁殖 在春天及秋天最为活跃 也是最容易看到它的时候 所以喜爱蛙类生物的朋友们 这几个季节可以来一声巡蛙 感受翡翠水库的自然生态 与原生物种 绝对是让人期待至爆料的形成哦 翡翠水库主要的工作 除了供应用水之外 我们也要保护水源 进行水库保持工程 你们一定会觉得奇怪 马上满谷的树林 为何还要进行水库保持的工作呢 在民国93年 爱立台风来袭的时候 造成翡翠水库有史以来 最大的边坡崩塌 因此我们与林物举合作 共同再造山林 进行做方R10随土保持工程整治 现在你们才没看到 光秃秃的景象存在 而民国104年 苏迪勒台风 又造成R10又前方的山地 土石坍塌 因此又接着执行了 R11的随土保持工程治理 毕竟若是土石坍塌 进入水库 会造成水库预期日渐严重 预想水库的使用寿命 所以随土保持 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 在北随水库正式启用后 开始积蓄水源 导致许多景点及建筑物 一一被淹没 而我们现在即将抵达的位置 就是在水面下 已沉睡了三十几年的 碧山村及碧山国校 直到民国91年的时候 曾因为水库干涸 才又重建天日 这里曾经是个拥有 百人生活的村庄 当年因翡翠水库的新建 而陆续前春 直到现今 每逢清明节的时候 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 会协助碧山村的旧村民 或后代搭船前往祖坟 上乡祭祖 来到这里 除了要看碧山国校之外 两旁山区的南子坑 与火烧章 是石蛇龟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范围 石蛇龟为台湾五种 人生淡水龟之一 地海拔山区 是他们最重要的棋息地 因为棋息地破坏和盗链 石蛇龟外族群之存续 面临极大威胁 经专家学者长期调查 证实飞翠水库及水区 拥有维持最大 最稳定的野生族群 因此飞滚局提出 华社保护区建议 并于102年12月10日 由董委会正式公告成立 除了保护石蛇龟 与其棋息环境 并可同时保护水资源 成为国际间保护的典范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间水域 是早期主要建构北岁水库 霸体材料的采食场 前方的小河岛 曾经是卡车空行的地方 并且在实际上 也能看到当年开凿的痕迹 是不是很难想象 在这样的水面底下 曾经是许多工人 在这里忙去忙出的样貌呢 现今这个地方 是黑渊的主要吸息地 深在调查证实 使军拥有超过上海值的黑渊 为全台最大的黑渊聚集地 由此可知 水资水库因常年管制开发行为 所保有管整的一排拔浅山生态系 成为所有动植物的库域基地 在此印证 水资源保护与生态保育 共生共荣是缺一不可的 穿过小河岛 我们抵达的地方是路斯坦 这里曾经是台湾版的 桂林山水 但自从水资水库洞攻后 淹没北时期大片溪谷 台湾的桂林山水就此消失 为了记忆当年 一直在右侧较坚硬的石壁上 雕破了路斯坦的地名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保留住一些些 可以记忆的样貌 其实到这里 请注意右方 有一只大鳄鱼正在注视着我们 在翡翠水库新舰前 周遭的地形 大高尾山谷地形 而翡翠水库完工后 水面上升 造就了许多的景色的变化 而鳄鱼岛就是其中之一 因形状象征鳄鱼 浮浮在水面上 因此称为鳄鱼岛 从石壁大湖的鳄鱼岛观景平台 往这个方向看 是最佳的观想地点 巨鳄由东南边铺向水库 霸占了竹高大片的集水区 仿佛在水面上等待着地雾上沟 经过鳄鱼岛后 我们来到了北岁水库中 最著名的景点 千岛湖 因水位高度的关系 使得原本周遭三轮叠起的景象 变成了一座座浮在水面的岛屿 这些地域的小岛 配上欢迎的翠绿潭水 景致十分漂亮及梦幻 接着我们来到此趟旅程 最后一个地点 妈祖林 由于这个地区附近居民 早期占用翡翠水库周边土地 种植冰榜或茶树 为了水库保持及水源涵养 所以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 强力排除占用行为 收回占用面积达12公顷 并进行植树造林 约2万颗只原生树种 此案例 被财政部国有财产署 列为占墾地回修示范 可了解 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 对于水库保持与水源保护的决心 虽然当年以翡翠水库的新建 而改变了北世西原有的生态与环境 但却也因为翡翠水库的存在 所以较少人为因素的污染与破坏 使得这个区域成为了生物的栖息天堂 而充沛的水资源 更可攻击台北大都会区的民众使用 希望通过这次的航行 让大众了解台北北翡翠水库管理局 所背负的使命与价值 让我们一起为水源保护 与生态保育努力 北克最新导览之旅到此结束 希望你们满意哦 接下来我们还有新建西流域 触控式互动体验 请不要马上离开 将会有人员引导品操作 为民众使用